好 我们来介绍一下邮件过滤策略 邮件过滤 邮件过滤呢 其实就是 又防很多东西 第一个是防垃圾邮件 然后呢 就防 你通过邮件发一些 立名邮件啊 或者发一些附件啊 我们对附件进行控制啊 我们控制发件人 我们控制收件人 我们对邮件反而能够做一些比较 深入的控制 当然我再说一遍 还是这句话 你要对网页服务器 或者说你要对邮件服务器进行 比较深入的控制的话 你还得用专门的 邮件防火墙和 网页防火墙 我再说一遍啊 当然这个顺便再说一个 就是一般情况下 现在如果说你工作当中 这是核心防火墙 好 然后呢 你可能公司有什么 web服务器 或者说有什么mail服务器 一般来说核心防火墙对他们的防护是比较有限的 往往你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 一个专门的 web 网页防火墙 或者说一个专门的邮件防火墙 邮件防火墙 然后就是说让这些PC连的时候是连着这个web 然后他做代理 让你去访问这个网页服务器 同样邮件的时候也连着这个邮件防火墙 邮件防火墙做代理 去访问这个邮件服务器 所以说呢 一般来说如果说你们公司有一些非常 这个非常高的要求来保护你们的网页服务器和邮件服务器的话 建议你们还是应该购买更加专业的 相应的邮件防火墙和网页防火墙 其实这种核心防火墙 虽然说功能号称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跟专业级的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发邮件其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过程 就是首先呢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这个过程了 邮件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 就是这是一个Mile服务器 好 当然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是要用这个像FoxMile或者Outlook 这样的客户端 好 这个地方搜发邮件 这是SMTP 这是POP3 好 一般情况下呢 任何一个网站 然后你可以去网站有个相应的说明 他会告诉你我们的网站的这个SMTP服务器多少 端口号是多少 是不是有SSL POP3的服务器多少 端口号多少 是不是几乎SSL 你自己看一下这个邮件服务器的这个网站的说明 好 这就是SMTP 好 一旦设置好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邮件发到这个Mile服务器上 比如说你要去往什么 比如说你要去发给Test at 这个QY堂 点call 好 比如说这是呢 这就是这个QY堂的Mile服务器 中间可能有N多录务器 N多录务器 好 当你要发这个邮件去往这个邮件地址的时候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这是你如果说要加设DNS 这个Mile服务器很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设置DNS 怎么设置呢 你要让这些Mile这些其他的DNS服务器 当他去解析QY堂.com的MX记录 就是邮件交换记录 就是他会去查询DNS服务器 去查询QY堂.com的MX记录 邮件交换记录的信息 然后呢 这个DNS上必须要设置QY堂.com的MX的信息 是这个地址 一定要注意DNS MX记录啊 不是A记录啊 是邮件记录 这样的话我会去找他的这个MX记录 然后发现是这个地址 然后这个Mile就会通过 SMTP的协议 把这个 这封邮件 Test at QY堂.com这个邮件 发到这个QY堂.com的MX记录的 所对应的那个IP例子的这个服务器上 好 一旦发到这个服务器上 其余的 Outlook 或者FoxMile 这个客户端 好 发现依然是用的SMTP 收信 收信啊 收信是这个方向的 收信是POP3 就可以通过POP3 收信下来 然后你的邮件就被接受方法看到了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客户端和卖务者之间是SMTP POP3 好 然后呢 邮件和邮件服务器之间是SMTP 然后一定要注意 你要让这个SMTP能够正常工作 一定要设置DNS的这个预后缀 这个预后缀的MX记录 邮件交换记录 有了这个邮件交换记录之后 他能找到这个邮件服务器 才能把这个邮件发回去 这个意思 你看这基本上也画的是我那个意思 这是DNS的MX记录 SMTP SMTP 是POP3 收件 OK 好 这是发售的 发售的一个经典的过程 下面呢 简单说一下 垃圾邮件 垃圾邮件 我相信大家都经常收到 垃圾邮件最讨厌的 其实就是广告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邮箱的话 那个广告应该是一大片 基本上 我看他后面有个统计 好像说 80%到90%的都是垃圾邮件 确实 基本上我能收到的 大部分都是各种各样的 没有任何用的垃圾邮件 OK 那就是而且这个垃圾邮件里面呢 很有可能还有相应的病毒和木马信息 传播一些病毒 一个很方便的办法 其实也是通过邮件的方式来传播 好 但是为什么产生垃圾邮件 这不用多说了 就是肯定是为了赚钱啊 或者说 窃取别人信息啊 之类的原因 发生垃圾邮件 垃圾邮件就是有这种病毒的 有色情宣传的 有商业宣传的 有政治宣传的 大概就这些 我相信这个这个 每一类我相信 大家都有信收到过 这个具体的就不用聊了 明明有应该会有感受的 好 那拉圾邮件的防护技术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防护技术 他这有相应的介绍 防护技术 第一个技术呢 叫做统计法 就是你当这个必须得 你自己有相应的 这个网页 这个邮件发护墙 他会对这些邮件的 发送的行为进行统计 然后发现这个行为是异常的 然后给予干掉 然后比较经典的 其实主要是列表法 主要是列表法 那么列表就无非就三个列表 就这个 你自己写的静态黑名单 你自己写的静态白名单 还有远端的黑名单 好 邮件这个列表法 其实很多年前就出来了 现在广泛的被使用 就首先 比如说像华为这种公司 就华为这种公司 他做安全比较复杂 就是他需要在全世界范围 这就是这种世界级图 然后呢 架设很多的这种服务器 这种邮件探测服务器 华为有没有我不确定 这种东西很有可能是O的 有很多服务器 然后呢 在全世界范围来搜集那些拉 旧件的发送的源 拉旧件发送的源 然后呢 把这些信息全部最终送到一个 最终的服务器上去 好 如果说你的防火墙 购买了这种 就远端 黑名单 邮件黑名单 这种服务的话 你就可以去周期信的到这个服务器上去 把那些发送拉旧邮件的 原的列表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 那这个时候 源自于那些发送恶意邮件的服务器 发过来的邮件 就会被阻止掉 基本上咱们用的 就主要就是这个列表法 就是什么 近代黑名单 白名单 还有阿表 当然了 也可以对内容金过滤 有什么关键证 就不让过 有什么传闻文件 不让过 复件 有什么样的 长度 不让过 然后图片识别 比较牛逼的 有些那种 有专门的那种识别黄色图片的 专门识别黄色图片的 就是这次黄色图片就过滤了 好 然后呢 还能够做一些 你的邮件的意图 到底是打广告还是什么的 能做意图分析 这是一些其他辅助的 主要就是这些 什么源头法 统计法 用的不太多 出一些高级的一些设备上 才会有 基本上比较使用的 就是这些列表法 这是最经典的 所以说基本上 你要配的就很简单 就是配 你如果有需求的话 你配一些黑名单 配一些白名单 然后激活一个拉丘件的 这个远端黑名单的 这么一个服务器 激活 然后呢 再激活一些内容过滤 比如对附件啊 病毒啊 进行过滤 好 那这些华为应该是没有 一些高级的这个 邮件过滤 是会有这些东西的 基本上就是这些 可以需要设置这东西 这统计法 统计法比较麻烦 这他自己有自己的算法 统计的连接 带宽 邮件的数量 还有你的评分 来综合分析 来判断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统计法 其实是不是太推崇的 因为你 你这个设备 要自己建立一个模型 来进行计算 这个一般来说 是很困难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 就是这种列表法 这种 远端实施黑名单 然后静态黑名单 还有静态白名单 这是比较经典的办法 好 源头呢 就是找到源头 就是分析 你的这个 邮件 是不是源自于 那个邮件服务器来的 我要验证你的邮件 或者说通过签名的方法 来验证你的发件人 这是其他的方法 好 然后其他的就是说 图片识别 意图识别 和内容过滤 这就是邮件的 过滤的相应的技术 好 这是华为的这个防火墙 对这几个 邮件协议的 能够做的一些行为吧 其实最经典的 邮件协议就在SMPP 它是发件的 POP3是收件的 IMAP也是收件的 所以说那就有相应的方向 然后呢 就能够对 垃圾邮件的防控 黎明邮件的防控 邮箱地址的检查 邮箱附件的控制 基本上 华为能够做的 主要是这些 就是这些协议 然后做这些防控 好 那你看啊 这十四黑名单 其实很简单 就是 他有问题 就会去找到 这个RBO的服务器 然后通过这个服务器 去得到 他的需要的 那个黑名单的清单 然后再源自于 这些黑名单的服务器 过来就被干掉了 好 然后呢 白名单就是 黑名单就是自己手写的 行为呢 就告紧和阻止 好 然后内容呢 就是也是刚才我们 这刚才我们做过了 刚才我们一些都可以 对内容进行过滤 可以对附件进行过滤 都可以做 好 这是SMTP SMTP是去网服务器的方向 然后POPER上 IMAP是源自于服务器的方向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看配置 配置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邮件过滤 首先呢 你可以在这儿 做邮件提示组 创建一个邮件提示组 比如说 后罪 可以添加很多个 后罪 好 添加邮件提示组 这样的话 一会儿我就可以把它放到白名单和黑名单里面去了 然后邮件过滤策略 先这样 先说 垃圾邮件过滤策略 先做这儿 然后呢 在这儿填 激活 垃圾邮件过滤 配理相应的DNS OK 然后呢 这儿填白名单 就是这个 邮件服务器发过来的就没事 这个邮件服务器发过来的就要把它给干掉 这是白名单 黑名单 然后DNS 激活 然后呢 这儿就要添加你的这个RBO服务器 这是一个例子 你可以选择一些公网上提供的这种服务器的地址 你把它填上 然后它到这个服务器上去获取相应的数据库 指定相应的服务器的地址 然后指定相应的行为 填写服务器的地址 和相应的行为 好 这就是黑名单那个服务器的地址 好 这是 这儿填服务器地址 这儿填 激活拉旧件过滤功劳 D应该是服务器 白名单 黑名单 下面是 RBO服务器 紧接着呢 开始做策略 新建策略 好 这个策略里面呢 要激活垃圾邮件过滤 然后呢 利民发邮件 是不允许的 利民收邮件 也是不允许的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解释 发邮件的 发邮件和收邮件的发现人和收件人 发邮件就是SMPP的 发现人和收件人 收邮件就是 POP3和INAP的发现人和收件人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编辑一下 QA堂如果说为发现人 然后呢 比如说 你就可以说 是允许的 好 然后呢 如果说 华为是作为收件人 这就表示阻止的 请注意啊 发邮件的话 就相当于是 做 SMTP的控制 SMTP的发邮件的时候 这个邮件里面的发现人 收件人的控制 收邮件的话 相当于是 做POP3和INAP的控制 这个里面的发现人和收件人 再想一想 刚才这个图 SMTP是这个方向 发邮件 再给里面邮件的发现人 和收件人 做控制 然后呢 POP3和INAP是收件人 是接收方向 接收邮件方向的 发现人收件人 的信息 做过滤 OK 名字 激活垃圾邮件过滤 立民邮件该怎么办 然后发邮件 SMTP的时候 发现人是什么样的 收件人是什么样的 怎么处理 接收邮件 POP3和INAP 发现人收件人 怎么样的 相应的处理 然后附件大小 附件的个数 然后附件的大小 然后可以相应的处理 OK 基本上这就 就直接设置了 名字 激活垃圾邮件 立民怎么办 发邮件 SMTP 发现人 收件人 过滤 收邮件 POP3 INAP 发现人 收件人 过滤 附件的过滤 好 当然了 如果说 李奥伦激活 这个垃圾邮件过滤 前提设置了 这个垃圾邮件过滤 你这要激活 这边才能够正常用 你这激活了 那边才能够用 然后呢 DNS服务器 要找到那个 互联网上的 服务器的地址 来名单 黑名单 然后呢 这可以填上 互联网上的一些 DNS服务器的地址 华为推荐的 就是这个地址 这是一个服务器 这是一个公开的 这是一个公开的 你们都可以在这 获取的 好 这就是 邮件过滤的介绍 邮件过滤 基本上配置 还算是比较简单吧 好 这个做完 记得 这个做完之后 还是老规矩 一定要去提交 反正 记住 只要是这边配的 你就都给他提交就得了 只要是安全 配置文件 当然还要调用 刚才应该没有调用 邮件过滤 调用 好 然后再提交一遍吧 你有什么可以交了 基本上 这就是邮件的处理 你看 基本上都激活了 今天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应用行为控制 就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是更年难的 好 这个邮件 他们讲完了 好 好